产业升级是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在国际新格局中的定位 参与国际竞争满足国内需求 在新形势下传统制造业怎样升级换代 战略性新型产业又将为我们国家带来怎样的历史给予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千番净八十二五之产业升级谋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我们国家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 十一五期间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而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五年 这五年当中中国的产业发展状况如何 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也关系到中国在国际新格局当中的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升级就成为了一个贯穿各种产业门类的关键词 而对于拥有着众多传统制造业的我国来说 如何应对国际国内的市场变化 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 增强产业配套能力 淘汰落后产能 则是在新形势下 我国如何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重要一步 而这种迈进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首钢集团依靠科技进步 应对市场需求 在十一五期间全面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就是我国众多制造业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缩影 2006年4月2日 中土天然气销售和管道项目总协议 在北京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尼亚左部共同签书 以此为开端 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路上大动脉 逐渐由蓝图铺陈为现实 根据相关的协议规划 这条常熟天然气管道将穿越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三国 在国内与西汽东输二线相连 将天然气输送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鉴于工程的重要性 2007年 西汽东输二线工程指挥部决定 全线采用X80管线钢材 作为管线用钢 这个X80应该说当时来说是世界上应用最高级别的一个管线用钢 当时来说在我们确定用这种钢种的时候 当时我们还没有能力能够全面的稳定的生产出来 作为管线用材的极品 X80钢虽然已于1984年就研制出来 但现于工艺难度 产量极小且不稳定 截止到2006年底 全世界用在输油器管道上的X80钢 只有2300千米 而西汽东输二线工程钢线总长 就达到了4945千米为世界点缀 当时国外的企业能不能做能做 但是很多企业不敢接 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确实用量太大 再有一个生产的成本太高 所以我们中国的钢铁企业能不能先于国外快速的研发和生产出这样大量的X80的管线用钢 对我们是一个挑战 当时的手钢集团主要产品仍然是普通建筑用的长材 这是钢材生产的大路破 由于设备工艺相对滞后 不仅资源消耗高 环境污染重 而且由于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 市场竞争激烈 为了谋求企业的发展 手钢人正在积极寻求产品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决心 能够在管线用钢上实现手钢一个突破 也就是说我们手钢 第一代真正代表比较高级的钢种 就体现在这个管线用钢 为了以技术进步带动企业的发展 手钢在资金并不充裕的情况下 浩资五亿元建立了国际领先的手钢技术研究院 引进了大量的高端人才 进行X80管线钢的通关 经过了多次试验之后 科研人员对相关高级别管线钢的技术标准形成了共识 同时在新建成的手钢千安钢铁公司 一线的生产人员也愿意极致地对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进行调试 几个月之后 技术级别只比X80钢稍低的X70钢研制出来了 而X80钢的一些技术指标却很难达到 X70的话 它的强度是大于等于 区负强度大于485 X80是大于555 大了这大概有70兆8这样的一个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提高输送气体还是输送油的压力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你的压力提高了以后 你的输送的效率 就同样的管线的话 我输的量就大了 此时距离西汽东书二线铺设工程开工 只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了 正常情况下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攻克这一难关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了保证西汽东书二线管道工程如期进行 有关部门甚至想到了 用两条X70钢组成的管线 来替代X80钢管线的预案 以缓解X70钢耐压力不足的弱点 而这样势必会造成整个工程造价的急剧提升 甚至影响到整个工期 如果说这个东西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也就是说不能在08年的年底 能够正式的投用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这条线的材质的选择 可能就要从X80变成X70 一定要在西汽东书二线工程管道铺设之前 研制并生产出X80钢耐 在全体首钢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2007年7月下旬 X80管线钢在首钢千钢公司 试制成功 首批钢材 制成钢管后 理化性能完全满足 西汽东书二线工程技术要求 之后千钢开足马力 为西汽东书二线工程 供应X80钢29.8万吨 有利的保障了这个世纪工程的铺设进度 而以X80管线钢为起点 首钢在十一五期间 又通过技术升级 结构调整 实现了产品的全面转型 我们从过去只能生产建筑用材 到现在不但拥有能够生产建筑用材的 我们的这种先进的技术 同时我们在更宽的领域 包括现在的汽车用钢 管线用钢 电工钢 还有高墙机械用钢 建筑用钢等等 在这些领域全面实现了 我们十一五期间确定的目标 现在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 从首都北京搬迁出去的 首钢各个生产企业 已经以一个全新的面貌 展示在人们面前 对于唐山曹飞店的 首钢金糖钢铁品丝 不仅生产的高端产品 世界一流 而且还全面的实现了 从黑色冶金到绿色冶金的飞跃 实现了可循环生产的理念 比如说我们利用海水淡化 尽可能减少淡水的消耗 比如说我们搞热能的充分利用 使我们的发电量 通过我们在自己的内部循环 就基本实现我们完全 可以满足我们的生产需要 我们过去生产的那些 除了钢以外的那些副产品 回过头来做我们的建筑用材的原料 我们的排放 几乎没有那些污染性非常大的指标 但没有了 十一五期间 在全国像手钢这样 依靠科技自主创新 实现产业升级 跨越式发展的势力 在装备制造工业 人材料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等 都有大面积的表现 从而构建起了一个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初步实现了 我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跨越 其实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它一直是贯穿经济发展始终的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生产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应当是市销对路 如果说它的技术非常落后 生产成本又比较高 那肯定市场就没有人买了 就缺少市场 最终就会被淘汰 而那些能够引导市场的产品 就会是市场的欢迎和追捧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同样也是如此 好的产业结构是具有增长效应的 当你的产业结构 顺应需求的变化的时候 就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也会促进国民收入的提高 而对于整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的 合理提升和布局 就需要决策部门通盘考虑 高瞻远瞩 不仅是适应当前的经济变化和需求 还要面向未来抢占先机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 就是这种远见的具体体现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国家众多的汽车生产厂商当中 有一个自主轿车品盘 奇瑞 它就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不仅已经生产销售了200多万台轿车 产品占领了一些国际市场 而且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 也出口到了国外 应该说现在的日子很好过 但是在国家政策方向的导引下 他们并不满足 又面向了汽车工业的未来 开展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工作 在奇瑞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曾令鹏带领记者来到了展宾 这里陈列的各种新能源汽车 都已经批量生产 这个就是奇瑞的这个M1的 纯电动的一个经济型轿车 那打开这个前窗盖来 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纯电动的轿车 跟产等车这个最大的区别 就打开来看之后 没有了发动机 那在这里面的话 所有的这个动力源的话 是由这个一个电机来驱动 那这个能源的话 是由这个电池提供 我们目前这个电动车 每百公里的能耗 大概在14度电 然后同级别的这样 这个传统内兰机的这个车 百公里这个城市公共有耗 大概在7升左右 一度电不到0.5元 14度电不到7元 而7升93号汽油 按照现在的油价 就要50多元 电动车的经济性 由此可见一斑 而新能源汽车的意义 还远不止这些 汽车产业应该是我们国家的 一个资助产业 而且还处于一个快速的 增加过程当中 但是因为汽车工业本身 一方面它能够带来国民经济的 这个持续的快速的增长 能够带动就业 但是它本身有消耗大量的能源 对环境产生大的影响 所以怎么样 建低能源消耗 建低烫排放 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避养 途径要选择 正是基于这个思考 以奇瑞为代表的国产汽车企业 几年前就开始了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新能源汽车 现在是在我们国家定义是 以插电为止的 纯灵灯 燃料电池 包括插电 红灯灵 这三轮内型的 电能汽车内的车 叫新能源汽车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与传统汽车相比 在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领域 我国的大部分技术 已经与国外知名品牌 互相上下 这个我们基本上 跟国外最先进的水平 相当比较接近 那尤其在这个 纯电动车里面的话 我们讲有三大核心的 这个系统 那这个就包括 一个是电驱动系统 一个是电控系统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电源系统 在这里面的话 这三大系统 目前这个 奇瑞这做新能源汽车的话 都是由我们自主研发 和自主生产制造 那样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跟这个 国外的一些知名品牌 相比较 在性能相接近的情况下 我们的成本会远远低于 国外的这个竞争对手 在奇瑞公司 曾令鹏带领记者 乘坐了一款 新能源汽车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电动车跟传统车的话 它是有很大的区别 另外电动车的话呢 它是实现无极 自动变速 操作非常简便 我们只要把这个 操控杆往前一推 这就到了前进档 升掉锁刹车 我们踩油门就可以走了 那另外的话呢 咱们这个车的 这个动力性能的话 要较同级别的 这个传统车 要更好 它这个在 尤其是0到50公里的 加速性能会非常好 我们可以明显地 感觉到这个有推会感 那我们在这个 这个车的话呢 它最高车速 可以开到120公里 每小时 那续航里程 可以达到120公里 到160公里 这个根据不同的工况 目前奇瑞新能源汽车 已经研发生产 并销售了 包括纯电动汽车 电池燃料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 在内的十几款 新能源汽车 与中国其他一些 自主汽车品牌 一样自主创新 抢占新能源汽车的 制高点 始终是他们强调的 这个新能源汽车 实际上 各个国家都在强调 这个制高点 因为它不仅仅 解决交通问题 它是解决了一个 整个国家的能源 管理我们这个技术 因为这个电池技术 会带来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技术升级 所以这些技术 都是国家需要的 一些核心技术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新能源汽车 本身它是一个 这个带动性很强的 在十二五规划中 一个到现在许多人 可能还相对 较为陌生的名词 被单独提及 这就是物联网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 要推进物联网的 研发应用 而温家宝总理 视察中科院 无锡高新微纳 传感网络工程技术中心时 也对从事物联网研发的 科研人员 做出了重要指示 希望他们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迅速建立中国的 传感信息中心 或者叫做 感知中国中心 此后又多次在重要场合 提及这一事情 提出要早一点谋划未来 那么物联网它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国家要把它当作一个 信息技术产业的战略方向提出 它会给信息技术产业 带来什么样的变革 又会对我们的未来 产生哪些影响呢 物联网通俗的讲究是 把物体根据不同的需求 安装上射频识别 棚外传感等 带有感知功能的传感装置 并与互联网相连 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 以实现智能化识别 定位 跟踪 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让物体像人一样具有感知能力 是物联网的目的 物联网的特征是 物和物互联的感知 以感知为目的的物和物互联 那么这种物联网 是怎样服务于我们的生活的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录像 是物联网防入侵系统 真实拍摄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 当这个入侵者 进入到了机场停机停后 安保人员很快将其抓获 发现这样一个目标 以往的视频监控系统 虽然也能做到 但是在浦东国际机场 长达几十千米的房区中 需要大量监控人员 二十四小时 一刻不停的监控 不仅人财务耗费巨大 而且万一监控人员疲劳 还会造成漏警 导致重大安全事故 于是更加综合的手段出现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红外线 红外线就是人爬离墙的时候 红外线被遮断 他就报警了 但你想 那阿猫狗过 他也会报的呀 那么如果大露天 下大雨 他可能又失效了 不工作了 那么这就是人家的 老是误报和漏报 那么我装上物联网以后 那我能告诉你目标 是什么 在哪里 干什么 我在报警 在机场警戒带外 物联网技术人员 带领记者实地体验了一下 物联网防入侵系统的防范功效 这边就是我们的传感器的感知节点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融合处理控制器 然后我过来演示一下 就一旦如果有人攀爬 或者撞击这围栏的话 就会产生报警 然后这边的灯光就会同时的亮起 然后同时会有声音告警 以驱散这边的入侵者 而判断进入警戒区域的人 是善意还是恶意的核心装置 是这些设置在围栏上的高智能传感器 这是我们的轻角探测器 它能够检测到 就是三个方向的感受到的力 然后能通过不同的幅度和一些特殊的算法 能够检测出来 它这个微接受到的一个倾斜程度 这样的话就能识别是攀爬 还是撞击 还是无意触碰 然后起到检测入侵的效果 当整个机场防线按照一定的序列 密布了这些智能传感装置 并相互联成网络时 这个物联网防入侵系统就会综合分析出行为人的意图 使得机场围栏能够像人一样具有感觉分析力 而如果把具有各种感知功能的传感装置 设置在所有的物体上面 让物与物相互连接 形成一个具有感知能力的互联网络 那就会实现人们期待的智慧地球的概念 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高效辩解 中国的物量发展目前在整个国际的发展上来说 应该是占领的比较好的一个制高点 人家说一个新的领域 一定要有新的理论体系做支撑的 而整个物联网的理论体系 咱们也是第一个在国际上提出了感知社会论 在整个十一五期间 像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 这些在未来竞争中占据至高点的战略性新型产业 在我国都呈现出了可喜的发展态势 它们与改造升级之后的其他产业一道 共同构筑起了我国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为胜利实现十二五的战略目标 夯实了根基 回眸十一五 我们国家在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展望十二五 由于我们国家制定了科学完备的产业规划 也必将使我们的各个产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产业升级背后隐含的是国家寻规优势的集体意志 这才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体现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您能想一下塑料可以做成皮肤吗 您知道现代的高楼大厦见着速度有多快吗 人类的照明世界正在搭破常规 向着新一代方向跨越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千番净发十二五 科技是咱的幸福权 想吻 Walking about to 品牧包 计划